哈喽 兄弟们 今天 第五人一个更新了 越野逃脱模式正式上线 很多小伙伴可能不会玩 我来教教你们 其实方法也是比较简单 就是要去不断的试错 试一下两条道路能够通 你看就这样 推板子 如果能通的话 就说明这个板 这条路是通的 那我们在 出生在红极行里面的时候 会有三个方向 就是三个门 就是三个方向 你看你们看这个方向 记住啊 这上面是一个 玩具 是一个那个玩具 你们记住那个玩具 等一下再说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两种方法 去通往大门 一个就是通过这个 翻柜子 现在柜子里面 可以直接传送到大门附近 在大门附近 直接就可以出去大门了 那如果 没有找到柜子的话 怎么办呢 那就不断的去试错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去 推到不同的板子 然后再去收集不同的道具 只要我们收集到足够的道具 你们看左 你们看左边 这个道具数量 如果完成这个收集道具的任务 那么就可以直接开启 快速之门 快速之门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玩具 那个门 它不是拉向挡住的门 是可以快速通过的 如果我们成功 收集到足够的道具之后 就可以直接通往那个门 非常简单 到了大门附近之后 这里也有一个小技巧 是有三条路 这三条路的话 最好和队友分别去试错 就看一下哪条路是正确的 只要能够有人通过了 那么就说明这条路是对的 所以能够逃脱的方法就是这些了 你们赶紧去试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